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 歡迎收看《總編輯時間》 我是何亮亮 日前中國的教育部 國家衛健委 共同起草了一個 綜合防控兒童青少年 近視實施方案的徵求意見考 那麼引發了網民們的關注 為什麼呢 因為其中 對於學生過度使用手機這個現象 在這個疫情當中是有所涉及的 《中國青年報》最近做了一個調查 在受訪的2000多人當中 有76%的人支持幼兒園和中小學校園內 禁止為成年人使用手機 調查顯示這2000人當中 83.5%的人是幼兒園或者是中小 學生的這個家長 八成左右的受訪者認為 自己周圍帶手機入校的 未成年人多 14%的人甚至表示周圍的 未成年人幾乎人人都帶 手機上學 那麼另外七成受訪者認為 帶手機進入校園會分散 和課堂的這個注意力 一半以上的這個受訪者認為呢 帶手機會造成勢力下降以及引發 近視 北京所學校的老師表示 他所在的這個學校 甚至整個區都沒有明確規定 禁止學生帶手機入學校 那麼手機是學生和家長溝通的 一個重要工具 中學的這個放學時間不像小學 那麼精準 所以很多學校 不可能完全禁止學生 這個帶手機入校 那麼在很多班級這個會呢 會規定手機不能帶進教室 要放進門口的這個儲物櫃 那麼也有些課程呢 需要用到手機 那麼它可以幫助學生 這個查閱資料 從而減少兩階分化 克服學生學習的這個 客觀性的這個差異 我覺得這個意見搞得很有意思 它的出發點是為了 保護這個孩子的這個視力 但是它涉及到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難題 但是要必須大家知道 這個正式的一個問題 那就是幼兒園 我覺得特別是幼兒園和小學生 真的有必要帶著手機 到幼兒園到小學去嗎 其實法國已經有類似的這個規定了 就是在這個幼兒園和小學 是不准這個孩子帶這個手機上學的 那麼這樣做當然受到了 這個整個社會 特別家長的這個歡迎 這個我想這個 從保護兒童這個勢力出發 但是更重要的可能 就不僅是保護這個勢力 就是特別是低年級的這個孩子 幼兒園和小學生 我想到了初中以後 這個情況可能會有所改變 但是這個問題 確實必須引起大家的這個關注 這不僅是要保護孩子的這個勢力 更重要的是 如何防止孩子更多的這個 過多的這個使用手機 結果影響了他們正常的這個發育和成長 好我們來看中國國家主義 為習近平的27號起一連三天 對西班牙展開國事訪問 他在訪問前呢 在西班牙的阿貝賽報發表這個署名文章 希望此行能夠深化這個中西兩國的 互利合作 習近平在名為 擴不邁進新時代 攜手共創新輝煌的署名文章中指出 中國和西班牙在1973年建交 45年來歷經國際風雲變換考驗 中西雙方始終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互利合作 推動雙邊關係 健康穩定發展 習近平強調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也是西班牙進行憲法改革40周年 中西在新時代加強合作 統解時代命題 共謀發展大計 是歷史賦予兩國的新責任 他希望通過這次訪問 同西班牙領導人和各界人士廣泛接觸 共同傳承中西友誼 深化互利合作 為中西關係開啟一個更加美好 和輝煌的未來 第一 要提升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水平 夯實雙邊關係政治基礎 第二 要加強兩國發展理念交流和戰略對接 做好雙邊關係發展頂層設計 第三 要深化兩國務實合作 拉緊雙邊關係利益紐帶 第四 要擴大兩國人文交流 厚制雙邊關係民意基礎 第五 要密切兩國國際合作 維護世界和平穩定繁榮 習近平指出 今年是中歐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15周年 西班牙是中方在歐盟內的好朋友和好夥伴 中方希望並相信 西班牙將繼續在歐盟內發揮積極作用 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珠峰期待同西班牙一道努力 寫手譜寫中西關係新篇章 開創屬於兩國人民的美好未來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香港媒體關注到 這是作為中國最高領導人 習近平今年外訪行程 這次應該是今年的最後一次了 這次訪問 除了訪問西班牙等國 那麼還要訪問阿根廷 那麼特別是 習近平將在阿根廷舉行的 這個J20的這個峰會上 已經預定了 要和美國總統川普 舉行一次正式的 中美的這個峰會 那麼集中的話題 應該是如何 這個來解決這個 中美貿易糾紛的這個問題 那麼這一次中美的這個峰會 可以說是引發了外界 前所未有高度的這個關注 因為中美或者美中吧 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的 這個兩個經濟體之間 現在發生了 由美國所挑起的這個貿易糾紛 目前可以說是方性未來 但是現在我們注意到 這個美國方面其實也 也並不想把這個 所謂的這個貿易戰 就這樣一直打下去 那麼也有這個通過談判來解決 至少在短期內找出某種 這個雙方都能這個接受的 這個方案也有這樣的一個意願 那麼正好G20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平臺 那麼現在我看到這個 這兩天的這個海外的媒體 對於未來習近平和川普的這個會談 能取得什麼樣的這個成果 這些成果對於世界經濟 會有什麼影響 有各種各樣的彩測和這個分析 那麼因為習近平和川普的這個會談 它不僅這個涉及到這個 中美雙邊的這個關係 也不僅涉及到中美的這個經濟 和貿易關係會如何發展 他們會談的這個成果 對於未來世界經濟的走向 都有很大的這個影響 這也就是為什麼 這個國際媒體這個特別關注 當然你像這個 從這個中國的媒體 從這個華人的這個走路來看 習近平主席 無論是對西班牙的訪問 包括對這個巴拿馬的這個訪問 都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但是從國際媒體 他們的角度其實很簡單 那就因為這個看到了這個 中美貿易衝突 對世界經濟已經產生了這個負面影響 所以他們就關注的 相信這個G20會題上 人們最G20這個 這次G20的峰會 人們最關注的 恐怕也還是這個 中美的這個領袖的會談 我們再來看 中歐經濟高級別的這個 會議的漢堡峰會 那麼當地時間 11月26號 在德國北部的漢堡開幕了 出席的有中國國務院 副總理劉鶴 他26號呢 與德國副總理兼財長 這個肖爾茨等官員呢 舉行會談 劉鶴在會談中表示 中德雙方應該充分發揮互補優勢 紮實地推進務實合作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在德國柏林 與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 肖爾茨舉行會談 劉鶴表示 近年來中德關係發展勢頭良好 雙方應該充分發揮互補優勢 利用好現有對話機制 紮實推進務實合作 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劉鶴指出 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 中國歡迎更多德國金融機構 來華投資和開展業務 也希望德方關注中資銀行 在德國開展業務情況 劉鶴強調 中德同為世界主要經濟體 和負責任大國 應該共同維護自由貿易規則 和多邊體制 又指 只有在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的基礎上通過磋商 才能夠解決世界貿易領域 出現的一些問題 肖爾茨就表示 德方希望進一步加強 與中國在經貿等領域合作 又指在當前世界貿易氣氛緊張的情況下 中德在金融等領域合作 取得務實進展 可以共同向歐洲及全世界 發出積極訊號 劉鶴又與德國經濟能源部長 阿爾特邁爾會面 劉鶴表示 中方希望看到更多德國企業來華發展 願在知識產權保護等領域 為德國企業創造更好環境 阿爾特邁爾表示 德方繼續歡迎中國企業來得投資 鳳凰衛視綜合報導 劉鶴副總理的國外執行 也非常引人關注 因為最近 就前些時候 有外國的媒體他們推測 他們說劉鶴可能會先到阿根廷 而且會先和美方的經濟團隊 展開一個會談 但這個消息看來是不確實的 因為劉鶴副總理我們看到的 他不是到阿根廷 而是現在他是在漢堡 那麼是中德雙方正在舉行 一個高級別的經濟會談 而且藉助這樣的會談 劉鶴副總理再一次代表中國官方 向全世界傳遞了一個 這樣非常重要的聲音 就是中國 而且中國不是自己單獨的 中國會和歐盟 比方說和德國 一起來堅持多邊的自由貿易的體制 反對單邊主義 我們知道德國是中國主要的貿易夥伴 而且德國也是在歐盟裡面 也是中國最大的一個貿易夥伴 那麼中德之間 經貿發展的關係一直是相當良好 雖然德國無論是媒體 或者是個別的人士 也有一些噪音 但是總體來看的話 這個中德無論是經貿關係 包括政治關係 都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德國方面也看得非常清楚 現在在歐盟 在英國脫歐的情況下 特別是在川普大力的推進單邊主義 試圖改變世界自由貿易體制的情況下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 能夠堅持多邊主義 堅持維護自由貿易體制 那不僅是對中國 對德國 那麼對於世界上大部分國家 可以說除了對美國以外的世界上大部分國家 這樣的一種立場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劉鶴副總理 以這次出席在漢堡的會議 作為一個契機 那麼再一次強化了中國和德國的經貿聯繫 那麼也進一步了解了德國政府 對於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的看法 那麼這一切我想最後 它都會歸結到G20會談當中 看這個G20會談在這方面 G20峰會在這方面 能不能取得一些更積極的生活 因為德國也會參加G20峰會 好 現在請看鳳凰威士記者報道的 其他重要標題新聞 休息一會兒再回到總編輯時間 我們稍後再會 中文字幕作為一個區別以上 回到总编辑时间 乌克兰海军25号在克什海峡 与俄罗斯方面发生的冲突 乌克兰国会26号通过的总统波罗申科 提出的30天的戒严令 28号上午开始 在接壤俄罗斯的边境地区开始实施 这是自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以来 乌克兰首次发布戒严令 请看本台记者从乌克兰的西府发回的报道 后终于一段时间 乌克兰国会承讨了马修法 但是在更短的时间 总统波罗斯宣布提出的 总统波罗斯宣布提出的 to address this issue ukrainian parliament adopted special resolution confirmed the date for the next presidential elections так військовий стан необхідний але треба зробити всі запобіжники щоб він не дав можливість владі узурпувати її на довгий час президент порошенко said to critics he will not use his emergency powers to fight political opponents before elections he will use martial law in case of full-scale armed aggressions against ukraine оголошення воєнного стану буде застосований виключно у випадку наземної російської воєнної агресії якщо дай боже спільними зусиллями нам вдасться уникнути цього сценарія я наголошую як президент і як верховний головнокомандовач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не буде обмеження прав не буде обмеження свобод according to the law your president have a rise to call mobilization of military reservists without consultation with parliament same day the ukrainian armed forces put in the full combat readiness now center of the ukrainian capital is heavily guarded with the police forces and military but all these events did not lead to serious disruptions of life for ordinary citizens martial law not means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but more security and defense measure inside the country Алексей Коваль Юрий Белагаловский for Fenix TV from Kyiv Ukraine 俄乌海上冲突事件持续发酵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7号警告 乌克兰实施戒言令僵使的乌东顿巴斯地区的局势升級 而普京总统在未来几天就立场就此事件会表达立场 那么最新进展是克里米亚的法院27号判处了一名被拘留的乌克兰海军船员 继续拘留两个月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从事件一开始就从额边防部的人员及相关部门 获取详细信息 实际成熟的时候包括在阿甘廷出西二十国集团峰会时 普京会就乌克兰船只在克施海峡附近的事情做出详细解释 对乌克兰在国内部分地区实施战时状态 佩斯科夫认为这决定或导致乌东冲突地区紧张局势升级 他说侵犯俄罗斯国境的乌克兰海军的命运取决于法院的判决 而不是由克里姆林宫来决定 二十五号事件发生后 而已就乌克兰海军的行为进行刑事立案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接受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节目采访时 则对联合国安理会拒绝审议而方提出的审议克施海峡局势问题表示非常遗憾 他说乌克兰当局采取预先策划的大规模挑衅行动 将更进一步激化了俄乌关系 不排除乌克兰方面进行新的军事挑衅的可能性 方卫视综合报道 两个斯拉夫人国家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 我们刚才新闻里面看到的波罗生克总统 义政词言的谴责俄罗斯的全面军事训练 乌克兰的国会也通过了实施紧急戒严状态一个月 但不是波罗生克所要求的两个月 看来乌克兰的政客们都很清楚 波罗生克是要利用这个局势 为自己在明年三月的连任创造条件 他算好了 他也算得很准 只要乌克兰跟俄罗斯发生冲突的话 欧洲的国家大部分都会 包括北约 就自动地会站在乌克兰这一边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知道 对于普京总统来说 这样的一个局势 或许并不出乎他的一个意外 他也很可能 他完全可以将计就计 为什么呢 因为乌克兰现在还是处在分裂状态 乌克兰东部 我们知道敦尼斯克和卢干斯克 这两个共和国 尽管他没有 实际上没有一个国家承认他们 但是他们现在实际上是处于 处于乌克兰政府 中央政府不能治理的 就处于分裂的状态 而且这两个共和国的 这个民兵武装 那个战斗力很强 非常明显 他们得到了俄罗斯这个援助 那么俄罗斯现在已经 已经不断地在受到 美国和这个欧盟的这个制裁 如果由于乌克兰这个危机 这个恶化 俄乌之间再次发生这个军事冲突 或者说欧盟就由于 目前的这个 克什海峡这个事件 又进一步实施 对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制裁的话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 再多一点制裁 也无所谓 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 这个俄罗斯就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那么利用它的这个影响力 利用它这个实力 让这个乌克兰东部 也摆脱这个乌克兰中央政府 那这样的话 那么就使得这个不仅是克里米亚 甚至是乌克兰这个东部 也有可能跟俄罗斯联位一体 这样当然会给俄罗斯 带来更多的一个制裁 但是我们说这个再多不愁 俄罗斯已经受到了 更多的一个制裁 但是这个克里米亚已经牢牢地被掌握在俄罗斯手里了 而且现在在俄罗斯看来呢 这个乌克兰是在这个 故意地想把这个西方拖下水 所以目前这个危机会如何发展 究竟会是完全由这个 按照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个剧本来发展 还是俄罗斯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 将计就计 也来这个主导这个局势的这个发展 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好 我们再来看 美国的这个通俄调查的关键人物 美国总统川普 前竞选总理马纳福特 那么被指控于美国司法部 达成这个认罪协议之后 认罪协议之后呢 就有撒谎 那么违反了认罪协定 那么有可能面临更长的这个监禁年期 和这个更多的这个控罪 法庭文件披露 检方指马纳福特 9月跟美国司法部达成认罪协议 同意配合通俄调查后 曾经在多个问题上 向联邦调查局和负责通俄调查的 特别检察官米勒的办公室撒谎 违反认罪协议触犯联邦法律 并无提及马纳福特 被指撒谎的细节 只表示会在日后补充 而马纳福特就否认米勒 指他撒谎的指控 认为自己没有违反犯罪协议 已经按照协议要求提供真实资料 文件同时披露 米勒和马纳福特代表律师都同意 没有理由要延后宣判 马纳福特的刑法 要求法院定下宣判日期 自从6月 马纳福特一直被囚禁 他在9月承认 密谋反美和密谋妨碍司法两项罪名 并且签署认罪协议 以换取减刑 他在2月也被裁定逃税 及银行欺诈罪名成立 专家指 马纳福特如今有可能转为 寻求总统特赦 如果不获特赦 马纳福特有可能终身坐牢 而检方对马纳福特的指控 已经反映出检方不认为 马纳福特是可信证人 就算马纳福特曾经向当局提供 对通俄调查有利的资料 相信也不会传招马纳福特做工 对米勒的通俄调查不利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对于川普总统来说 马纳福特已经不在他关心之列 当然马纳福特未来命运如何 特别是有可能加上更多的控罪的话 也会对川普产生一些影响 但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川普大概最痛恨的人 应该就是通俄事件的 特别检察官穆勒先生 穆勒先生是一直保持着 一种不苟言笑 而且不对不接受媒体访问 这样的一种很酷的姿态 一方面他拥有 根据美国的法律 他确实可以就通俄门调查 甚至可以包括传照总统本人 虽然他没有用这个权利 但是我注意到 最近川普已经用书面 回答了特别检察官 对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美国的通俄门调查 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种调查 一方面调查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 到目前为止 虽然都有一些进展 川普身边的一些人 也陆续的因为通俄门事件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或者是这个调查 但是到目前为止 检方并没有公布任何实质性的 对川普真正有伤害的 就是真正的能够说明 这个通俄门事件的这样的一个罪证 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呢 这个调查也还在持续 而且这个调查每一次 这个深入这个发展 这个特别是这个川普本人的 这个前任的这个律师 被这个联邦调查局这个突击 检查这个搜去了大批罪证之后呢 那么也让这个川普一度也感到 这个相当的不安 但是川普现在看来呢 已经习惯于这种长期被调查 但是又没有结果的 这样的一种这个局面 这样的一种状态 美国的这个民众 好像也舆论 也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一种状态 所以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一个状态 一方面在调查 一方面这个调查 有的时候好像有些进展 但是没有一个进展 好像能够对这个总统 川普本人的这个政治生命 或者对他这个法律上 是不是负有责任呢 造成一个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指控 所以我说就是很奇怪的一个调查 我们再来看这个世界 首例这个免疫艾滋病的这个 基因编辑 因而这个诞生的一个消息 那是仍然在持续的这个发酵 可以说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 那么有时候说这项事业 是由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 贺建奎和深圳和美 富儿科医院的这个合作项目 并且通过了和美医院 伦理委员会的审批 院方27号发表声明说 从未有参与这个贺建奎团队 这项这个实验 那么事件中提及的一个婴儿 也不是在他们的医院分娩 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官网信息 贺建奎注册的 HIV免疫基因CCR5 黑胎基因编辑安全性 和有效性评估项目 批准研究的伦理委员会 为深圳和美富儿科医院 伦理委员会 在审查申请书文件上 院方7人签字 同意了贺建奎实验 符合伦理规范同意开展 不过院方在27号声明中表示 签名有伪造协议 将申请公安机关介入调查 贺建奎名下有多家 与基因科学相关的公司 其中汉海基因回应传媒表示 基因编辑婴儿 并非这家公司科研项目 婴和生物总经理陈鹏 对凤凰卫视表示 贺建奎虽是公司法人 但未参与公司具体运营 公司与贺建奎基因编辑项目 没有任何关系 对项目不知情 生命科学在21世纪 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这场经编辑婴儿 所引发的巨大的争议 也让更多的普通公众 参与到科学的探讨 直面科学发展和伦理禁区的问题 无论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科学发展的脚步 都让我们必须更加认真的审视 如何才能让科技发展 真正地服务好人类 凤凰卫视 张细雨丹 深圳报道 何建奎博士在香港 他正在成为一个世界的新闻人物 最后请楼览世界其他媒体的 主要新闻报道 今天的总编的时间就到这里了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明天同一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